黄鲤鱼43亿斤 这是蓝刀鱼 哇这个罗贝鱼也要40块钱一斤啊 这是我全中国见过最贵的罗贝鱼啊 小日的鱼生在广西横县的鱼生面前都得喊爹 那么唯一能够挑战位置的就是顺德 那么今天作为能够体验过两地鱼生的我来讲 我来看看到底谁是爹 两个人 40罗贝 草鱼4斤多吃不了 我们看哪小的大人两个人吃浪费 刺眼 我们图画叫鲤鱼 这是蓝刀是吧 对 这我吃过最贵的鲤鱼 三斤半这个 这条鱼一般50块钱左右 43亿斤我们就吃它 一斤二两 一斤二两 你加起来大概200块钱 我们能不能进去拍一下 这个太忙了至现在 我问你 你用的什么糊糊饼 皮肤这么好 没有没有 皮肤这么好 没有没有 是吧 咱们做鱼生最关键的是什么 一定要快 什么一定要快 做男人要快 鲨鱼刀一定要快 这两下就把它敲昏过去了 刀是快 哗就把鱼泡开来了 哎呀 手劲可以啊 那我这个鱼子鱼骨怎么办 煮汤 就把鱼皮就撕掉 这鱼皮怎么弄的 鱼皮就汤 还蛮干净的 这个叫什么纸 刀法真快 给什么诀窍 时间久了自然就快一点 这叫熟能生巧 对 哦这个是按季节的 这个季节过了 它就没有这么黄了 最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黄的时候就六七月份的时候 哦夏天 哦像你这个一刀一刀是吧 鸡生虫全部切死了吗 这个很少的 基本都不防范吧 听说在咱们很久 鱼如果熟了吃什么办法 没有煤气了 所以全部都是吃生的 不用骗了 这个是带骨头的 这个叫蓝刀 对 挨花刀 挨花刀对 这什么纸 鱼生纸 这是你吸水的吗 对 紫苏 鱼生草 腊料 这个是红萝卜 大葱 姜丝 白萝卜 洋葱 洋葱 盐西 酸萝卜 木瓜丁 桥头 酸姜 干姜 柠檬 花生米 芋头丝 鱼生糞 十九种配料 太豪华了 摆出来真漂亮了 有点艺术品 比那个小日的鱼生摆出来一点不差 你看姑娘 都已经对自己作品非常满意了 就是拍照留店了 鱼生就好了 十九种配料 发出黄色光泽 像棘石般的黄鲤鱼 里面还有鱼籽 我一下子就不会了 这么丰富 这么美学 倒变花生油 酱油 ,加胡椒粉 搅一下 讲真话吃淡水鱼这条真不能给我妈看到 看了没 准备的工具有胃无患 你喊我什么 亮仔 亮仔 现在看这个黄鲤鱼真的颜色就变黄了 就是这么好看 放到蘸料里面 花生油 酱油 然后蒜泥跟小米辣 怎么样 好吃 又脆又有韧性 一开始不想拍 现在跟他聊化妆品 聊到我们俩怎么护肤才给我拍 这个叫蓝刀 很脆是吧 调上蘸料 然后放到小碗里 然后呢 大口吃 可以吗 真的是两骨带肉 很脆很脆 我都不好意思破坏画面 哇 他这里吃我都流口水了 他不吃鱼生 他在这辨识一个吃不吃鱼生的人 就看他胖不胖 这个寄生虫怎么处理 我们本地人都很爱吃鱼生 只要干是干净的鱼的话 它就很少有的 这些鱼生活在什么地方 怎么干净啊 江泥 野生的不是氧的 这边是什么江 绿江 中间有鱼生 哇 里面还有鱼籽 哎呀 你看这些鱼肉都发出 真的像鱼一般的光泽 这个还不是最黄的时候 厚切了 口感更扎实 吃到嘴里饱满 懂吗 饱满 看你吃饭里面 广西和广东肉圈 到底哪个好吃啊 不管广西跟广东 小日子得喊爹 你管他亲爹是谁的 这是自家兄弟 你管他亲爹是谁的 谢谢 谢谢 谢谢